美国旧金山首位华裔市长李孟贤12号凌晨去世享受65岁 旧金山市民对他的死讯感到震惊与不舍 医护人员表示 李孟贤11号晚间在超市购物时心脏病发送至医院但急救无效 目前旧金山市长占由郡政委员会主席布里德代理 布里德在记者会当中表示 李孟贤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好市长 李孟贤在美国出生家境清寒 父亲是厨师母亲是裁缝师 他努力读书靠着奖学金获得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法学学位 毕业之后担任民权律师 1980年开始担任公职 2011年李孟贤当选旧金山市长 成为旧金山首位华裔市长 2015年赢得连任 他也是全美时薪最高的市长 多年来李孟贤致力于提升工作机会 提升最低工资至每小时14美元 让旧金山成为全美法定最低时薪最高的城市